当时这个禅沙秀这个名称 也是王雅荣老师给您的 我们均以 他们都是以沙罗地儿为组 就是为一个地组织的 利用不同运针方法刺绣而成 在概念上经常被世人所毁调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几种不同的刺绣方法 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秀呢 均是采用这种罗地 然后呢 沙罗组织 它是锦 这个沙罗组织呢 这个锦是以尾线相互平行 两组经线互相揪角 制造时地经不动 脚经呢 受到这个脚中的操控 时左时右 形成开口与尾线交织 这种组织有较大的孔隙 为之沙孔 根据经线不同的排列变化 一般又有二经三经和四经角罗之分 有塑罗也有多种形式的花罗 纳绣地料普通普遍采用二经角罗之物 戳纱以沙罗组织为地料 用色线依沙孔穿袖完成 也说像上土的这件绒陶 绣线在沙孔间可做长短不同的处理 花纹形状多呈上下左右对称 多表现方胜万字和菱形等级的文量 就是刚才我们说撒线绣 它的基本绣法就是这个 戳纱纱纱纱纱也叫做打点斜一丝或一丝串 方法与戳纱相似 用纱组织或角粗平纹组织的织物为地料 依沙料每一个经纬焦点 环绕以针构成这样 如上土我们这个荷包的这个绣法 满绣不露地 绣成的效果极为牢固 致你是绣荷包的常用的针法 盛行于清中期 那么我们现在就谈到了 这件跑料的刺绣方法 也是王老师给命名的缠纱绣 它是以同样也是以这个沙罗组织为地料 从正面看无法直观地判断出刺绣技法 我们可以从背面分析 防制品文物背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的供应信息 也是我们研究室重点关注的地方 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管的刘宇宏老师 帮忙解析细技法 经过他的实践模拟针法 我们基本可以判定 这块绣片的缠纱绣方法是依纱织线 斜缠于上下两根尾线之上 依次递进而上 从背面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 同一种颜色的这个就是一根绣线的缠纱的缠绣的这个轨绣 它是这样递进往上斜着缠绣上去的 花纹水平与尾线的位置呢 是融线横向缠绕单根尾线的 无法实现斜向这个缠绕两根尾线 这样由于横向这个画两根尾线横缠 就是然后呢上下它基本上停铺的位置呢 都是横跨两根斜缠的 但是这个平行的这个位置的单根尾线呢 只能就是只缠到横着缠绿 它这一段的这个尾线上 单根尾线上 所以造成上下的这种张力的不同 随着时间的催移使用呢 这个加剧了金线的断裂 形成了横向的开口 无意中仿制出了像 这个克斯的像 这个效果 名万利红罗地缠砂加绣云龙纹袍料 为罗地缠砂加绣云绣文士 并非克斯 至此我们一步步解锁了这种文物的密码 通过对制造工具的深入研究 可以行之有效的将织绣手段和技法 利用到修复工作中 文物背后的密码 我们可以通过专业技能解决 也可以通过细致的观察解决 比如说著名的修复案例 就是西斯廷 李戴堂 天底 画的修复 在修复过程中 就是这个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 是凡底钢博物馆 他们组织的这个修复团队 在修复过程中 发现了米太朗基罗 创作的秘密 西斯廷 李拜堂的天底画 它的面积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而米太朗基罗 一个人 只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开始人们认为 是采用突焚转印法 将草稿 派于这个墙地上 然后再进行绘画 但这种方法很慢 无法在四年里完成 这样一个红篇巨制 文物修复师 在修复时 发现了轮廓线的刻痕 也就是说 米太朗基罗 为了加速 加快速度 把画好的草稿 固在墙地上 直接用刻刀转破 时隔五百年后 终于揭开了天才画家 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 完成的关键信息 18世纪 尤其是工业革命后 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发展 不断带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也给咱们文保工作 带来了新的方法和理论 原则上的精进 尤其是在艺术品鉴定 和保护方法上 不断的突破 利用新的技术 在文物修复 保护过程中 破解了文物背后的 一个又一个谜团 像这个 非常也是非常著名 是五名的一个 用科技保护的方法 解析一顿的 谜团的一个案例 是罗马的母狼青铜雕塑 它也是罗马城的 一个标志性雕塑 我们都知道 在1509年 在狼身下 又塑了一组吃奶的孩子 这里男婴是文复兴时期 佛罗伦萨艺术家 波纳尤奥略 波纳尤奥略 后来补充上去的 但对于母狼的时代认定 原来人们一直认为是创作于 加洛林浪潮和罗马市 艺术风格时期之间 最初是公元前六世纪 或公元前五世纪 由埃克鲁斯卡尼 组成的 但后来经过 放射性碳14年代测定技术 科学考证发现 这尊雕塑 其实贯注于 浇灌于这个 12到13世纪 所以说 这个卡比托尼明之狼 一直以来是古罗马的象征 这个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罗马人将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心爱的母狼 他们认为的 要是年轻 1500年 这件呢 说到科技保护 那么 回到我们馆的文物 这件是我们馆收藏的 一件北魏时期的塑菌库 这件文物 形制结构特殊 且保存相对完整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但污损非常严重 所以对这件文物进行了干预性修复 就是我带着文物馆的学生 沈亚捷 一起来修复和研究 这条裤子的研究 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 我们的沈亚捷 以前当年的塑制 成为了文物馆平衡的国质 所以说这个 求索真相的道路 有时是漫长而曲折的 修复工作完成后 文物上的病害 得到了有效的去除 植物变得平整 富有光泽 在整形这个步骤中 原本褶皱的两条细带 被整理平顺 从而发现了细带上的 墨书痕迹 墨书作为重要的文技信息 是研究古代社会 物质文化生活的活化 实际实 墨书的发现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体现出了 文物保护修复 对研究工作的积极作用 那么这个 素捐库细带 墨书漫幻不清 只隐约可以看到 类似文字的墨迹 在显微镜等仪器观察下 也未能看清墨书的字迹 通过乡业内 对于专家请教 最终已定了可行性方案 尝试借鉴 首都博物馆 胡尔平博士 与北京建筑大学 侯老师团队 联合研究的 增强有机文物信息的成功案例 运用高框图分析技术 对系带上难以辨别的 墨书存记器 增强处理 靠近北京大学 容新江教授 中央美院 航海教授 等多位教授分析 宗坚铺系带墨书 有两种文字组成 由于该文物为北朝时期 北魏时期 那么一条系带 它的上难墨书是汉字 而另一条系带 它的文字疑似为凡文 具体文字的内容 还需要做进度的解读 文字提取并做 是文物保护及研究的重要途径 作为高光谱分析技术 在仿制品墨书上的初次尝试 在对文物无损的状态下 以数字化的方式 仿佛了宣布 细带的光谱信息 并采用多种方式 对墨书信息进行了相对轻轻化处理 通过将主要成分分析 多段运算出以后的 以向原图对比来看 原本难以辨认的墨书痕迹 得以显现 墨书痕迹增强效果较明显 为仿制品墨书信息提取 以增强工作提供了一种实用方法 这件文物 是文物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 研究生张梅阳正在修复研究的 一件北朝梅阳的风貌 也是文物馆的藏品 在修复过程中 刚把棉帽的面料拆开清晰整形后发现 面料内侧 下角有一方墨印 我们学生上梅阳当时也是兴奋的 首处真相的悸动 是我们为之昭迷 在这边呢 我们请陕西历史博物馆 保护修复部主任研究员陆志荣老师 来为我们进行接下来的分享 下面我要介绍一下我们陆老师 陆老师是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文物保护修复 文物材质工具 文物保护材料 预防性文物保护及文物保护修复领域研究 主持或参与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 重大的国家级 省部级的这种重大项目 打多达20项 在考古还有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等专业 期刊发表组织论文物51天 今天他的宣讲的主题是 纺织品文物清洗与技术创新 好 大家欢迎陆老师 大家下午好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让我们希望能够在网络上 跟大家交流 纺织品文物保护的这个话题 也非常感谢我们北京服装学院 民族服饰博物馆 与中心的邀请 与大家一起交流 我今天在这分享的题目是 纺织品文物清洗 与技术创新 我们都知道 考古发掘出土或者是传世的纺织品文物上 常见有多种类型的污染物 部分污染物在环境因素的 因此去除污染物是纺织品文物保护中的一个重要操作 因污染物类型的不同 及其与植物结合的方式的差异 清洗基础也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污染物的来源及种类 污染物的来源呢 考古出土的文物 绝大部分都是不清洁的 洁净度比较差 考古埋葬环境中会带来很多污染源 另外就是仓品的保存环境 在这个库房 在因为这个库房条件的问题 有些纺织品文物上常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灰尘 好污渍 当然也有就是 纺织品自身老化 产生的一些老化产物 也成为污染物 还有呢就是在展览的环境当中 受这个展览环境的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污染物 还有就是意外因素导致的一些 一些事故的发生过程当中 导致的植物的一些污染 从污染物的类型来分呢 大概包括左边这个右边这个图所展示的 最上方的是落成 就是灰尘这类的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污染物 然后呢就是动物体的这个分解物 排泄物包括皮质 汗 血 这类的这个污染物 这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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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物 这个大部分在这个 时代比较晚的墓葬里边 蛋白质类的一些分解物的一些污染物 还有 晚期的防制品上也建了一些粘合剂的一些污染 还有水剂 就是水字 还有这个燃料的流淌痕迹 还有霉菌 还有霉斑 这类的也是在于保存环境的原因 出现了这个霉菌的霉害而导致的织物的这个污染 还有就是外界沾染的 这当然是一些意外因素所导致的 比如说油漆还有这墨手之类的东西 接触 或者说自身就是跟 跟防制品文物 还有金属材质是个复合类的文物 这类文物上也常见有 铁锈或者金属腐蚀物的污染 当然还有最长的 就是泥土里的污染物 这就是污染物的类型 即来源 第二部分就是污染物对植物的烈化的影响 污染物在微观视角上实际上是颗粒状 颗粒状并不是一个圆球上的形状 它实际上是有棱角 在这个微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些颗粒状的污染物被损伤 一些灰尘烟熏的颗粒物的污染物 它会通过吸收 环境中的水分和有害气体而加速之后的裂化 还有部分特定的污染物 中间还有一些特定的金属离子 这些金属离子在这个植物 因为光的原因导致的光的裂化 还有部分锈食物 还有这个土质污染物 也会在环境水分的影响下 而改变植物的酸碱性 而造成植物纤维的酸性水解 或者是碱性水解 因此去除这些污染物 可以改善植物的保存状况 减缓纹纹的裂化速度 还有一方面 就是这个植物自身的老化 纤维的自身的老化产物 是暗中黄色为主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见到很多 考古初处的纺织品文物 尤其是早期的 时代比较早的纺织品文物 大部分都成为自身的老化产物 是成酸性的 在酸性环境下 也会导致植物的这个酸性肥解 加速它的裂化 还会改变文物的外观 产生霉害的 产生霉菌的这些呢 这些植物呢 也会造成植物纤维的裂化 煤菌的新生代谢的产物 一般也是会酸性 也会加速纤维的裂化 改变文物的颜色 因此我们在库房和展厅 这个防制品文物的 这个保存和展示利用过程当中 要加强预防性保护 对于纤维的裂化产物 应该尽可能的 及时的进行去除 尤其是煤斑 煤害的一些物件物 也要进行清除 要不然的话 这个裂化会继续加深 加快 还有呢 就是在 尤其是明清墓葬 尤其还有一些 这个棺果的 一些 服饰或者是植物呢 污染物就比较多 蛋白质的污染物会主 影响过的外观 有些还会散发一些 非常难温的气温 难以保存展示和利用 另外还会诱发煤害 加速植物的裂化 还有就是血迹的 蛋白质的污染物 在老化过程当中呢 会形成比较硬的 一种污斑 会发生这个 跟纤维呢 跟蛋白质的纤维 发生胶连反应 就是造成这些污染物的去除 会越来越难 所以说像这样的 这个污染物呢 像这样的这个 晚期墓葬出土的 污染物比较多的 植物或者服饰呢 比较适宜 就是在发生之后 及时的进行清洗 第三部分呢 就是清洗技术的类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从依据仿制 依据污染物的特点 以及它与植物的结合的方式 其实清洗 仿制性污染物的技术类型 可以分为物理方法 也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表面情节 还有就是水洗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洗 当然还有干洗 用有机溶剂来代替水 来对一些特定的一些污染物进行清除 其实呢在我们仿制性污染物上 顽固的一些色斑 比如说淀粉或者糖 纤维素粒的一些物质 经过长期的老化以后呢 物质发生了变化 跟纤维的结合非常牢固 形成一些工具物 这些物质呢非常难去除 就是从总体上来说 从这些类型上来包含这些内容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表面清洁 表面清洁呢 这是我们最常规用的一个技术手段 对是物理的方法 对植物表面的 在一定层深度上的一些污染物进行去除 从具体的技术类型上来分的话呢 包含这个摩擦类 比如说通过摩擦 将这个植物表面的一些污染物 把它脱离植物一些纤维 然后把它吸除掉 或者是吹排掉 还有就是吹排类的 当然还有一些粘附类的 比如说常用那些面团 在表面沾附一些物 还有吸除吸尘器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这个表面清洁的技术 我今天重点呢 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湿气的技术 在这部分呢 包含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呢就是湿气的定义和原理 第二呢湿气技术及流程 第三呢湿气的积极作用 湿气的弊端和风险 我们先来看湿气的定义及原理 湿气呢就是只用水 或者水与其他添加剂的溶液 作为清洗液 采用局部或者整体浸泡的方式 对仿制品文物上的某些污染物 进行清洗 技术操作 为什么我用了一个某些污染物 实际上我们清洗 并不能清洗掉所有的污染物 清洗实际上是 清洗剂就是表面活性剂 跟这个污染物的类型 它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当然了有些表面活性剂呢 是能够清除掉很多类型的污染物 但是并不代表 所有的污染物都能够被去除掉 在这里有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表面活性剂 也就是说我们常规说的清洗剂 洗涤剂 如果我们单纯的用水去清洗呢 也是可以清洗掉一些污染物 但是有些污染物呢 还是要借助表面活性剂 来加速污染物与纤维的脱离 表面活性剂呢 实际上它就是分子结构中含有 清水剂和清油剂两部分的一个有机化合物 根据这个表面活性剂 在水溶液中能否分解为离子呢 可以将它分为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和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两大类 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呢 就可以分为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还有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 以及复配表面活性剂 在我们仿制品工具实习中呢 是这个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还有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 表面活性剂的这个 在被加入湿洗液中之后呢 它会产生 会起到一个乳化 落合的作用 就使得这个污染物 这些污染物能够脱离开 植物表面以后进入溶液 然后通过我们的漂洗 更换清洗液 把它清洗掉 当然这个表面活性剂的浓度 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呢 会发生这个胶束增容的作用 这个时候呢 也是清洗能力最高的事 当然如果说你的浓度 高出了这个上限以后呢 实际上这个作用也就到达顶值了 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加大它的浓度 一个比较好的表面活性剂呢 它应该具备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润湿性 能够跟植物很快的结合 还有渗透性 能够渗到植物的内部 使得乳化作用 分散作用 增容的作用 发泡和消泡的功能 它的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要降低水的表面张力 让这个 这个 植物的这个上面的污染物 能尽快的脱离 或离开纤维 然后预备这张图呢 就是展示的 表面活性剂的工作原理 左下角呢 就是表面活性剂 这个有机化合物分子呢 它就是包含了清水的部分 和清脂的部分 清脂的就是油脂类的一些污染物 所以说它能够 一般的表面活性剂呢 也是对大部分种类的污染物都是有效的 就是相当于这个 就像这个右边这个图所展示的一样 把这个污染物的颗粒呢 能够从纤维上能把它 脱离开了 然后 到达这个溶液状中去 然后把它清洗掉 右边上头就展示的 从纤维的角度来说的话 微观来看的话呢 就是图一呢 就是这个纤维上有沾染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污染物的颗粒 图二呢 就是在这个水洗液 湿洗液当中 表面活性剂 在跟这个污染物的颗粒进行结合 图三呢 就是展示这些污染物的颗粒 被清除掉了 这就是清洗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湿洗技术的这个流程呢 我大概进行了一个总结 就是首先我们要进行 必要性的评估 从左往右 必要性的评估 湿洗之前 我们要对污染物的性质 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 还要对我们文物的保存状况 它的强度 它的结构稳定性 它的一些负载的一些信息的 一些价值 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当然还要考虑 这件文物未来的使用方向 它是如何利用 是在库房保存 还是在展厅展览 还是其他的作用 这都决定了 我们是否要对文物进行施洗 能否要对方质品文物进行施洗 第二部分 安全性的评估 这要考虑文物的这个强度 韧性 柔韧性 安全性 还要考虑这个文物的整体的结构 比如说一些服饰 或者多层的结构 还有些刺绣 或者有带有碾金线的 各种复杂的一些情况 这个还有就是 在湿洗之前的安全性评估 还包含染色稳定性的测试 这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在湿洗过程当中 染料会不会脱离 会不会变色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的内容 在湿洗之前要进行开展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 特殊工艺 特殊的装饰工艺 眼睛线的刺绣的 或者是有些粘合剂 粘的一些装饰的一些东西 在湿洗过程当中 能否安全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确定我们 这个 是否能进行湿洗 还有一方面就是 我们清洗剂的性质 我们所用的清洗剂 它的性质 安全性 它的化学性质 对纤维对这个染料 对植物上其他的附属的一些材质的 有没有其他一些烈化的影响 第三部分就是尸体的预处 在尸体之前 我们要进行一些工作 比如说表面清洁 这项工作呢 实际上在我们现实工作当中 很多人都没有去给予租屋的重视 在尸体之前 而不是说把一个非常污染 非常重的一件植物 或服务是直接发的尸体 进行尸体 在之前应该尽可能的进行 表面清洁 这有几个好处 一个就是要能够加快 我们尸体过程当中的 降低尸体观的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了就是 我们通过表面清洁 可以把污染物去除掉一部分 如果我们不去除这些污染物 这些污染物会溶解到 湿洗液当中去 加大清洗的难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 需要清洗更长的时间 或者需要更强的清洗剂 还有就是要进行适度调节 如果说我们这件 被清洗的这件文物呢 是在一个非常干燥的环境中保存的 我们贸然把它放到湿洗液当中 那这个时候比较干燥的纤维 会在短时间之内 快速的吸水膨胀 这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 变化 所以说呢 在湿洗之前呢 应该对比较干燥的植物 进行湿度调节 也就是所谓的回潮 调节一些湿度 让这个纤维呢 避免接触到水以后 瞬间的去吸收大量的水分 还有一些植物上 有些脆弱的部位 在湿洗的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会造成损伤的 可以采用一些临时的加固措施 确保它在湿洗过程当中 这些脆弱的部位 不会以扰动而破坏 还有就是局部清洗的控制 这个问题呢 我会后续也会讲到 就是有些植物呢 可能不便于整体去实习 需要局部进行的实习 那对局部实习 就要进行技术控制 当然还有些 甚至要有湿洗前的准备 比如湿洗前要做大量的准备 而不是说 这个手忙脚乱的 去就直接开始实习 而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 我要用多少水 多少溶液 如何配置 用多少容器 在哪个地方进行干燥 是否要进行翻面 让植物要清洗多长时间 就要大量的 包括一些中间的一些测试的 一些样品的提取 要做好这些准备 然后再去进行实习 在后来这个程序 就是实习的操作 这个过程当中 就已经形成了 明确的实习的方案了 就包含 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 就是用什么 清洗机 什么浓度 包括这去污因素的设定 去污因素 实际上去污力的 这个效果的影响因素 主要就包含 清洗的温度 表面过去的浓度 还有就是浸泡的时间 还有就是机械扰动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就像我们洗衣服 要揉搓一样 当然我们洗文物不会揉搓 一般都是用这小的海绵球 去按压织物的表面 以促进 加速这个 已经被给云环回应剂 包裹的这个污染物颗粒 尽快的脱离 纤维表面 基本上这就是 四方面的这个影响因素 然后就进行实习的操作 实习后的处理 这个阶段呢 主要就是对实习后的植物 进行凭整的处理 因为这个阶段 植物已经失水了 在这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对植物进行全面的凭整处理 因为这个 在这个施洗以后呢 植物的纤维啊 是含水量比较高的 柔韧性也比较好 这个时候 纤维都是可以调制 可以移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一个平整的表面上 对植物的这个 经纬线进行调整 在这个过 这个施洗后处理的阶段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就是干燥控制 就是我们施洗完了 如何让它快速的干燥 我们不希望纤维 在长时间内慢慢去阴干 应该说我们要采取一些 空气流动的措施 或是一些其他的材料 吸走一些过多的水分 把这个植物的这个干燥过程 能够加快 另外的植物的干燥过程当中呢 也是最容易发生 染料剥离和脱离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过程要 更应该给予充足的重视 而不仅仅是重视施洗的过程 还有第最后一部分 就是效果的评估和技术创新了 因为这个施洗的效果 评估也是包含多多方 很多方面 我们施洗的污染物 去除的效果怎么样 纤维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裂化 染料稳定不稳定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 技术创新的一些点 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 清洗技术和流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几张这个实例 当然对于这个 时代非常晚的 强度非常好的 因为它的强度非常好 在湿起的过程当中 纤维也不会发生 比较明显的变化 就可以采用相对 比较简单的方法进行湿洗 对于这样的 考古著作的防制品 面积比较小 强度非常低的 可以采用这种 扰动比较少的 浸泡式的整体清洗 右图就是在清洗的过程当中 拍的这种照片 这个图的中间有一个部位 大家仔细看的话能看到有一个 这个像一个网状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湿起之前 对这个残破区域采用的一个临时加固措施 用了一个植物的一个网 通过这个简单的针线 把它固定到这个双面 把它固定 这样的话 在湿起过程当中 纤维膨胀重量增加 这个固定特别容易损伤 临时的这个加固措施 这当然是细洗的过程 可以看到植物的这个清洁度 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右图呢 就是在清洗完以后 把这个植物呢 放到一个比较平整的一个板面上 要进行植物的 这个经纬线的调整和平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经纬线几乎要被调整到 横平树质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这个自然阴干以后呢 这个植物就会保持 非常平整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也涉及到一些 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这个植物的一些 结构性的 或者说带有它的重要 信息价值的一些折皱 或者是一些痕迹 包括一些针孔啊 针眼啊 这类的东西 也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考虑是否要进行展平 是否应该保留它的 原始的这个状况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个头上就展示的 就是这个 调整经纬线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通过这个 更多的还是要通过手啊 当然也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啊 有些这个比较 韧性非常强的这个植物 在调整完经纬线以后呢 它有可能在干燥过程中 会在收缩或者回缩 也可以采用一些 采用一些这个标本针啊 这类的这个固定的手法啊 一些手段 在这个植物底下呢 做一个能够有个软材料的 一个支撑板 然后呢把它通过这个 经纬线的这个空隙呢 通过这个标本针 对它进行一些 扎进标本针进去进行固定 这样有助于有助于在这个 干燥过程当中植物的这个凭整 这当然也是 右图呢是一个明代的一个植物啊 这个一个植物的残片 就施洗过程 过程啊 就是用这个小海绵球进行点面 按压 这个是有助于污染物 排除植物 左图呢是这个 是三个残片 实际上它这个 就是正面和反面啊 左图是这个植物的正面和反面 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植物啊 但是因为其他原因呢 被采成了三化 这个是通过施洗凭整以后 把它重新拼接 再做回它原来的形质 这个左上角这一部分呢 是经过染色补配的一个这个 面料啊 就是恢复了它的形质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虽然经过了施洗 但是呢 我们还是整起来 还是能看到有些部位 这个污染物还仍然存在 这就是后面 后面我也会讲到 施洗的一些风险的时候 也会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污染物 并不是能够全部去除 还有一些复杂结构的啊 多层结构的一些保存非常差的一些 有三维结构的一些一些文物呢 也可以采用做一些支撑体 然后呢 进行比较谨慎的这个施洗 然后进行处理 这个工作过程 你们可以看到 前后的对比效果 还是非常明显 但是多层结构 施洗应该来说是比较难的 这个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的植物啊 就是像这种挂毯啊 当然清洗就相对简单了 更多的是在地面上操作 因为你清洗台就难以实现这样的工作 清洗之后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带有这个汗字 或者是水字的一些这个服饰啊 经过湿起以后呢 效果也会得到明显的提升 这种经过漂白啊 就是棉植物也是可以经过漂白处理 因为它的这个是植物呢 这个纤维强度非常好 在地面啊 做一些这个简易的清洗池 也是可以清洗一些尺寸非常大的一些植物 那这是我曾经做的一些 这个棉带的植物的清洗过程啊 还是这个残片为主啊 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是这个经过双面啊 正面清洗 然后反面翻过来以后再进行清洗多次的漂洗 收集这个清洗过程 如每一次更换清洗液 漂洗过程中的这个水啊 清洗湿洗液 还有这个最终的漂洗的水 对这些水呢进行测试 判断湿起是否完成 就是这个工作过程 从上面这些图 我们可以看到湿起呢 确实是在提升植物的这个 这个改善植物的状况方面 存在很多优点 也就是它的积极作用 总体上来说分四个方面 一是提升了外观 还有减除了病汗 减缓老化 还有利于长期保存 这个是都是很容易理解的 提升外观 污染物被清除以后呢 植物表面的信息能够呈现出来 不管是纹饰也好 组织结构也好 植物的亮度啊 色彩会更加的明显 美感和艺术价值能够得以呈现 另外一个关键的就是这个经过施洗呢 它植物的平整度会得到很好的提升 对于我们后续开展植物和服饰的研究啊 展示利用啊 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减除病害 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污染物被驱除以后呢 这个植物表面的酸碱度 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就是因为酸碱度的变化 而引起的酸性水碱 或者是碱性水碱 包括煤菌 煤害发生的几率就会大大的降低 而且呢就是在形成顽固污渍的几率就降低了 也就是减化它的老化 它的裂化速度显然也会得到控制 这样更利于我们的长期保存 这个在文物的这个搬运展览过程当中 安全性得到提升 因为植物的柔韧性得到了提升 在经过施洗的植物呢 在适应环境方面的能力也得到提升 如果说我们的植物 表面有很多污染物 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 这个文物是容易 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了施洗呢 其实也是存在很多弊端的 首先说呢 施洗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操作 我们做文保护都知道 我们讲究这个 我们的原则上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可逆 或者说可再重复操作 首先说施洗是绝对的 百分之百的一个不可逆的操作 所以施洗的选择呢 要积入的慎重 另外呢 施洗过程当中 材质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裂变的 比如说 因为污染物溶解到施洗液当中 会引起这个施洗液的酸碱度的变化 会造成植物的这个裂化 同时呢 染料也有玻璃的风险 还有就是 植物其实在干燥 施洗完以后干燥的过程当中 植物出现形变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染料的玻璃迁移 泳移 也是非常 几率也是非常大 所以 施洗呢 也是实际上这个 安全性不是很高的一个操作 还有就是历史信息的损失 有些植物表面 有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原因 残留一些这个污染物 但是这些污染物呢 其实恰恰代表了这个文物的历史 尤其是革命类的文物 像这样的文物 如果说我们进行了 大面积的施洗 这些信息有可能会丢失 还有一方面就是 协调性有可能变差 就整体风貌有可能受到影响 就是刚才我们看了那个 被裁成三片 后来又进行了拼接 又施洗以后拼接的这个 你们看到有些污染物呢 并没有被清除掉 这个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啊 很多人可能也碰到过 施洗以后呢 这个文物因为有些污染物去除不掉 这个去除不掉的这一部分 污染物呢就变得非常突兀 其他部位相对清洁 这个地方不清洁以后 你们造成了整体的风貌的不协调的问题 这个也就是要加强清洗之前的评估 污染物是否能够被清除掉 以免因为我们的清洗 造成了整体风貌的不协调 当然了这个裂变 材质裂变的这部分呢 还有就是纤维吸水膨胀 膨胀以后呢 纤维的这个织物的重量就加大大加大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移动织物 在施洗的时候移动织物 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微观的损伤 虽然说我们从宏观上看不到 实际上有可能一些微观的一些区域 发生了一些损伤 还有就是不同纤维材质的一些织物 有些织物是不同的纤维材质做成的 它的吸水膨胀 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在干燥过程当中 包括在施洗过程当中 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 当然也包括一些刺绣 包括这个金属线 包括多层结构的浮饰 在这过程当中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四部分呢 就是清洗技术 实验以及创新需求 在这部分我会介绍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表面活性剂的筛选方法 第二 是植物局部施洗技术 还有施洗过程的安全控制 表面活性剂的筛选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常用的各种各样的清洁剂 清洗剂 种类非常繁多 那么我们在仿制品工具上 到底应该用哪一类的表面活性剂 如果我们用条件 比如说浓度的问题 清洗液的温度的问题 浸泡时间的问题 关于浸泡时间的问题 听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我们现在行内 大家对于浸泡时间 从植物湿水到植物脱离水 慢慢开始干燥 整个过程的时间控制 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定论的 大家各自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去判断 表面活性剂也是一样 各自都是按照别人用什么 我也用什么 但如何用 安全性如何 这个表面活性剂能够去除掉哪些污染物 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筛选和评价测试 在这个做着工作之前 首先要进行污染物的种类的判定 成分的分析 而且我们要设定我们清洗的目标 我们是要清洗到什么程度 清洗到哪些污染物 然后要进行一些基础的表面活性剂 原理基础化学知识的一些储备 进行一个种类的筛选 当然我一开始也介绍了 表面活性剂 它是针对的 就像钥匙和锁的关系一样 它是一对一对的关系 当然我们还要了解 我们所选的表面活性剂的化学性质 安全性的评价 虚无能力的测试 整体上就是如果我们要开展 表面活性剂的筛选 尤其是我们北京服装学院 如果有学生想要做这方面的研究 也可以选定某一类的表面活性剂 进行一些测试 针对某一个污染物进行一些测试 我下面介绍的工作 会给大家一些 也许能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如何进行表面活性剂的筛选试验 它的技术路线 大概就包含这些方面 首先我们 当然我们不能在文物上进行试验 所以我们就要制备一些样品 制备样品就是以丝绸为例 我们要选择污染物 根据我们的研究需要来选定污染物 来自制测试部 也就是我们的测试样品 也就是所谓的模拟样品 进行蛋白质类的污染物的污染 或者是墨迹类的 泥土类的植物食用性的污染物 然后对测试部进行污染 污染之后我们进行老化 老化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试取的试验了 在这个试验试验的过程当中 要设定试取的温度 表面核心机的浓度 浸泡的时间 还有机械按压的时间 就是机械按压时间 通俗的讲就是类似于我们说 我们洗衣服的时候 我们要揉索多长时间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揉索 是来按压的 当然通过这个试验 我们就可以得出试取的条件 得出这个表面核心机 对文物是否适用 是否安全 如果我用这个表面核心机 清洗某一类的污染物 我应该如何设定它的清洗因素 这个实验 这个技术路线 就是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简单来介绍一下 这个实验我们做的是造脚杆 造脚杆 大家有些人可能熟悉了 就是这个在我们历史上 因为在中国民间 在历史上 历史非常长 它是个天然的表面核心机 它趋务能力非常强 温和无刺激 在民间一直在使用 我们的实验方法 就是首先是自制污染测试部 然后通过证交法来设定 来筛选 吃起液的浓度温度 浸泡的时间 以及按压的时间 当然表证的手段 就是通过 吃起前后织物的色差 抗拉强度 纤维形貌 包括纤维的红外光谱 纤维的扫眉 扫眉内静 纤维形貌 等等这些手段 来测试清洗效果 以及纤维的前后变化 来寻找一个比较适宜的 或者比较能够接受的 一个最佳的一个实验的条件 这个是我因为时间原因 我只介绍一下 就是造脚针对蛋白质类污渍的 这个实验的这个实验 首先我们要确定 它一个安全的实验浓度范围 和实验的时间范围 这个主要还是通过 这个植物受损伤的 这个断裂强度的这个变化 我们选择一个安全范围 来确定表面活性基的浓度 看这个表面 大概应该能看到 还有就是这个色差 就是清洗能力 这是两方面 两个端的 两个急的问题 来确定造脚针 施洗的这个浓度范围 和实验浓时间的范围 经过实验的 实验的结论的显示 就是清洗的时间范围 大概在15分钟到60分钟之间 是比较安全的 也不说比较安全 只是能够清洗掉污染物 又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 如果说我们有些 可能清洗几个小时 或者是浸泡 几个小时 半天甚至几天时间 然后再进行湿洗 实际上这个 在这个长期的浸泡过程当中 纤维是大量吸水的 水碱会比较急速 比较快 另外这个造脚针的这个浓度呢 经过实验的 筛选它的安全范围 或者是可需要需求范围 大概在1%到2%之间 这是确定一个范围 然后呢 就是在确定我们机械 按压 有时候海棉球 按压植物表面的时段的选择 在哪个时段去按压比较好 是一开始浸泡到水里 就开始按压 还是在后半径来的 这个当然实验 结论呢 跟我们常规的这个推断是一样的 就是在后半段进行按压 能够起到非常好的 去除污染物的作用 还有就是按压多长时间 如果说我们用海棉球 去按压植物的表面 经过实验证明呢 就是60秒到120秒 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 按压同一个位置 当然我们植物面积很大 我们每个位置都按压到 这个同一个位置的话 就一到两分钟就足够了 所以说湿起的时候 如果植物很大 我们一两个人可能不够 可能我们需要三五个人 一起来做 这样的话 加快我们的这个时间 这个控制时间 减少植物在水中的 这个浸泡的时间 然后就是证交法 这个实验的一些 这个证交法呢 实际上是一个科学的 一个实验方法 就是它可以在一个 多因素变 多变量的一个实验需求的 这个环境下呢 可以大大缩减实验次数 这就是证交法 这个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它也有一些固定一些表格 来配置你的实验次数 和实验的因素 这就是这个 蛋白质类污渍清洗的 一个证交实验表 这个下方的画这个圈的几个部分呢 就是它最优的 在这个因素的情况下 最优的一个条件值 经过这个实验的 我们得出来 造调干对蛋白质类污渍 最佳的清理条件呢 就是A4 就是A这一栏的 第四个这个因素 B4 C1 第三 回归到这个之前的 那个水平表上 我们就可以找到 我们在造调干清洗 蛋白质类污渍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把浓度 控制到2% 湿洗时间 45分钟左右 温度20度 也就是常温 按压时间两分钟 这样一个数值 这样的话 通过这样的实验 我们就能够知道 我的文物 如果说 我之前做了污染物的类型 材质分析 大概能够推断 我需要如何去设定 我的清洗条件 这是造调干清洗墨迹类的 正交实验 清洗泥土类的 物资的正交实验 这是呢 就是经过实验的数据 进行的一些验证 这是一个明代的植物残片 左边是清洗线 右边是清洗后 现在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呢 是微观的 行吧 我们也可以看到 设定的这个条件 清洗之后的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植物纤维 明显得到提升 那么在这个 施洗的这个条件下 那植物的安全性如何呢 植物有没有发生 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通过这个色差的变化 包括抗拉强度 包括扫门电竞显微 形状观察 包括清洗前后 纤维的红外光谱 都证明 这个清洗条件 对植物的安全性 是可靠的 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然后呢 把这些实验扩展开 把各类的污渍 都进行一系列的 正交实验 就可以得到 针对某一类的污染物 应该采用哪一类的清洗条件 当然肯定会有人在想 这污染物是不是单一的 是多种污染物 在一个防制品污温上 那我如何设定这个条件呢 那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折中了 就要进行这个区间的一些 一些匹配 交合的问题了 选择一个 你认为 能够照顾到更多类型污染物 清除的一个条件来进行清洗 通过这样的实验呢 我们就可以 在防制品污温实习当中呢 更加具有针对性 我想呢 通过上半这个介绍呢 对于这个我们未来 大家如果 因为这个 表面污染剂的筛选实验啊 现在目前 在防制品污保护里面 开展的并不多 虽然各种各样的文献 各种各样的文章 写了很多 有用这个有那个 实际上 做的研究还差很多 还需要大量的数据去支撑 通过上述这个方法 可以开展相关的研究 还有就是植物局部实习技术 我们实习呢 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是把这个 植物也好 服饰也好 整体浸泡进行实行 实际上我们 现实当中呢 因为各种原因 也是需要进行局部实行 当然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 因为清洗难度的问题 就不清洗了 实际上有些地方 还是需要清洗的 但是呢 需要进行局部的控制 是哪一类的呢 文物需要这样做呢 比如说彩绘方式品 它局部有彩绘 或者说 这个植物的局部 有染色布门店的这个现象 或者这个植物的结构非常复杂 或者强度 局部强度非常差 那这是存在局部实习的一个问题 那么 解决局部实习技术的方案 就是要通过 从技术思路上来说呢 一个就是局部的临时封锅 还有就是边界阻水出移 当然还有就是低压操作台的技术 这个大家很多 防制品广告实验室 都有这个设备 就通过 它是上面有个孔 上面平板上 把植物放上面 然后底下是吸低压 它这个 这个吸除的啊 这种情况呢 就是可以进行这个局部的一些处理 实验筛选呢 我们进行的就是环石二丸和薄荷醇 这两种材料 大家可能一些知道 就是它这个 它能够 它具备在 在长温条件环境下 能自己能够生华 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起到 对植物进行局部的丰富 然后呢 它有安全性可靠的话 然后它又能自己升华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 未丰富的区域进行实习 也就是局部实习 这就是当简单的一个实验过程 实验原因 我加快一下进行 那么环石二丸的升华时间呢 经过这个测试啊 环石二丸升华相对较慢 薄荷醇的升华 大概就两周时间 它就可以自己升华点 就是我临时性丰富 它自己是可以挥发掉的 比如说这一件 是个堂卡植物 我们知道堂卡的 中间是有彩绘画芯的 旁边是装针植物 有些装针植物非常 污染物非常多 所以很多人呢 是把这个堂卡给拆除掉了 以来清洗装针植物 当然因为画芯 是有彩绘炎了的 不便于这个实验 那我就可以利用 这个局部实验的这个技术 用薄荷醇 对这个边界进行临时性丰富 然后右图就是展示了 风护之后的边界 然后呢 旁边的这个装针植物 就可以进行安全的实验 确保水不会 传播到这个化芯部分去 第三部分呢 就是这个 我来介绍的 就是实验矿城的安全控制 那实验过程当中 当然有很多风险 其中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染料脱色和变色的问题 其实有一部分染料呢 它的稳定性跟 环境的酸减度有关系 就是披制有关系 比如说红花这个染料 它呢 是在实验过程当中 存在一种不稳定性 那么加强实验红花类植物的 这个技术方案呢 一个就是布色 另外一个思路呢 我们想到的就是实验液的缓食 就是我们通过缓食剂 来控制实验液的拼湿值 控制到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确保红花染料相对稳定 这是大概的一个技术路线 也是同样做一些模拟样品 就是红花染染的这个样品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丝绸的这个安全保存的 这个酸减度的值呢 应该是在中性为主啊 就是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缓食剂的筛选上呢 也是考虑到这方的这个需求 尽可能的筛选 接近中性的 从这个数 大量的这个缓食剂当中呢 进行了筛选 从化作稳定性的角度 筛选出的这个 淋酸氢氦钠和氯氧氧氢钠 这个缓食营液 它的皮湿值 左裂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皮湿值 然后后边呢 是这个两种组分的 不同的比例 比例不同 它的缓食液的这个 皮湿液不同 缓食液的作用呢 就是在这个营液当中呢 就是当外界因素导致 酸减度变化的时候 它能够起到调整的作用 它一直平衡保持这个水平 它起这么一个作用 那如果我们找到这个水平 找到适宜红花燃料 最稳定的这个水平 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了 就可以通过 这个在试习过程中 利用这个技术来加强 红花燃织物清洗过程的安全性 当然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 来证明它的安全性和效果 比如说这个紫外分光光动剂 来看试习液当中的物质的变化 通过复利液红外光谱来看 丝绸纤维 在这个缓湿剂浸泡之后 前后是否有物质的变化 它就扛拉强度结构的变化 行为的变化 色度的变化 通过这些手段来表征 这个缓湿剂的安全性和效果 通过色度测试 我们发现了 就是在这个PH6.5的时候 在这个环境下 这个红花燃料脱离是非常非常少 也是非常稳定 同样的紫外分光光动剂的测试数据 也证明了 这个在PH6.5的时候 红花燃料稳定性非常好 它不会脱离到 它不会迁移到这个湿剂液当中去 通过这个技术呢 我们就证明 红花燃料 不适宜在减性减价剂的湿剂 最适宜的湿剂环境是 PH6.5 其实这也反退回来 我们在选择表面核心剂的时候 也要考虑表面核心剂的皮湿剂 这个红外光谱数据 分析斯坦白的二级结构变化 也没有发现在缓湿剂浸泡前后 有明显的变化 物质是稳定的 卡拉强度也证明它是安全可靠 这些三门电镜显微观察 包括光谱 包括这个卡拉强度 都能够证明它的可靠性 这个小实验的结论呢 就证明了 通过控制湿剂液的皮质值 可以实现对红花这一类 容易受到酸减度影响而不稳定的 染料的控制 加强我们湿剂工的安全性的控制 筛选出的这个磷酸盐 这个缓冲容液呢 可以对红花染料脱色程度进行控制 而且对丝绸纤维是安全的 而且这个缓冲缓湿容液呢 还是非常容易被剥洗干净的 它没有残料 而且得到这个最佳的这个皮数值范围 就是6.5 上面就是我介绍了这个 今天的主要内容 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考古发掘出土或传世防 这些文物上 常见有多种类型的污染物 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植物的外观 及信息展示 部分污染物在环境因素影响下 会造成植物纤维 及其附属材质的裂化 清洗去去除污染物的重要手段 湿洗呢 对于这个提升植物的外观 长久保存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但是湿洗也存在 材质裂化 信息损失 风貌协调性降低的风险 湿洗呢 是个不可谓的操作 我们是否选用湿洗呢 应该要结合文物的保证状况 结构材质特点 文物的利用方式 以及文物预防保护的条件 如果我们文物预防保护的条件 湿洗这个操作 我们就很有可能不用 整体上来说 湿洗操作 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来看 湿洗操作是用的越来越少 但是目前我们行业里 就是绝大部分湿洗呢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还是看凭经验来操作 缺乏数据支撑和针对性 在这个领域 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说表面活性区的筛选 评价 湿洗后植物的干燥技术 特殊类型植物的局部湿洗的技术 还有湿洗中染色脱色 变色的控制技术 以及湿洗过程中 对织物及湿洗液的全过程 跟踪监测技术的研发等等 好的 各位 我今天呢 就利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 为大家介绍了这个 我这个题目啊 就是这个湿洗技术 及这个科学实验的 重新的需求 感谢各位的推听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感谢陆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 技术性 技术感非常强的 这讲座 下来呢 我们请王苏坚老师 对我们大家分享 王苏坚老师呢 是我们北湖的老熟人了 再次欢迎王老师 来到我们的大讲堂 欢迎欢迎 那么我先来介绍 一下王老师吧 我们这个云调会 给我们新的朋友 王老师呢 是中国丝绸博物馆 陈利保管部主任 研究员 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巧手弄银螺 基于国私修复实力 浅谈明代 普世修复 王老师呢 是浙江理工大学 国际丝绸学院 硕士研究生导师 浙江省王书坚 仿制品文物修复导师工作时 领办人 2018年或首届 对美浙江文物 守望者 容易称号 2021年 荣获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 五个一批 领军人才 2022年或浙江省 经国建功 邀兵称号 大家欢迎 欢迎王老师 各位好 非常高兴呢 能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中国丝绸服务馆 在近几年 对于明代 仿制品文物的 修复过程中的 一些实力 那么从这些实力当中呢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这个明代服饰修复的方法 我们今天的下午呢 主要内容呢 是从这三方面来 跟大家分享 一个呢 就是博斯 他修复的 一些明代的服饰修复项目 然后呢 修复中的明代服饰研究 第三部分就介绍一下 我们用的修复方法 可能很多朋友们呢 也许还没有到过 我们中国丝绸服务馆 所以呢 先做个广告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中国丝绸服务馆的 一些美美的图片 那这是我们管的一个 服饰图 因为这个丝绸服务馆 它是它整个是一个南方的这种 花园式的 庭院式的这种建筑 它每个展 展厅呢 它都是独立分布的 有制造厅啊 修复展示馆啊 这个时装馆啊等等 这几个大的场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思路馆 放古代服饰文物展厅 这么一个主要的展厅 主入口可以说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展馆区的一些照片 像这是春天的 刚刚树木都发芽的绿色 然后这个右边呢 是冬天的雪景 应该也是很美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展厅的 内部的一些情况 左上角呢 就是一个网红的楼梯啊 大家有空可以来这里拍拍照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西方时装藏品啊 我们有一批西方时装藏品 特别受欢迎 这个下边呢 就是我们的思路馆 那些古代服饰啊 那右边右下角的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时装 我们有一些时装的作品 时尚的这些设计作品 也供广大高校的师生们 这些这个 这方面研究的一些老师呢 作为参考 那这个呢 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 绑织品文物修复展示馆 就是我们修复文物的一个工作室 这个工作场馆 那这个工作场馆呢 它是跟普通的工作室不太一样 它有两层楼 那一楼呢 是我们的工作空间 那这个工作空间呢 它有一部分是站在二楼 站在这里呢 这是一个玻璃墙 站在二楼呢 是可以看到下边 我们工作室的情况的 二楼呢 它是一个小的展厅 这个设计的初衷呢 就是展示纺织品文物修复之后的 修复成果的一个展示啊 那么站在这个楼上看展的同时呢 可以看到楼下 纺织品文物修复师 他们的工作的这个状况 因为这条路呢 它是从整个 从这到尾 是一个纺织品文物修复的一个流程 所以呢 对于很多 普通的观众呢 还没有 不知道这个 每件纺织品文物 每件漂亮衣服背后的这些情况 就是从这里呢 可以了解 我们的这个背后的一些工作 的故事啊 工作一些 一些 一些背后不为人知的 不太容易被大家能看到的 这些背后的场景 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修复项目呢 其实很多呢 就是在 这个 纺织品文物修复展示馆来修复的 那说到这个明代的服饰项目呢 其实在 从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公开的这个出土 有丝绸服装的这些明代目藏呢 大约就有50余座了啊 那设计的地域也特别广泛 其中的数量比较集中的地点呢 就是在这个太后流域的地区 那像江浙这一块 这个比较多 那我们管 中国丝织博物馆呢 在近十几年来呢 先后呢 对一些明代的服饰项目进行了修复 当然这些项目呢 我今天所讲的这些项目都是 外面单位 甲方委托中国四组博物馆进行修复的 那其中包括江浙 这江省的呢 像有嘉兴王殿名目的 出土的四织品 还有 同乡 杨家桥名目的 那另外还有像无锡的这边也是啊 无锡七方桥名目的 七方桥钱章付付墨出土的防制品文物 另外呢还有两个这个像这江新昌 新昌博物馆 他们藏的这个圣旨 明代圣旨的修复 我们也做过这个相关的修复 再有就是 传世的就是山东 孔子博物馆所藏的那批 孔父旧藏服饰 我们也进行了两个批次的修复 那最近呢 就是目前手头上还在修的 也就还有一个就是特别不太一样的一个 叫山西太原东山名目 这个藏王的藏王墓的一批服饰 它的修复 这个后面我会跟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这批服饰呢 从它的来源来说呢 那也提到了 包括一个是船式的 一批主要是一批少量船式 然后大量的主要是出土的 那出土就是像这个王殿 就像嘉兴王殿李湘墓 然后同乡的杨家桥名目 刚刚都提到了这个 无锡的前章夫妇墓 还有宁夏 宁夏延迟的冯继圈墓 冯继圈墓这个我们也修复了几件服饰 再一个这就刚才说的这个 山西太原帆王墓 那下边的照片呢 就是王殿的这个 墓葬出土的这张装 这是李湘 这是他的妻子 另外他还有两个妾 我这里没有放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 船式的防制品呢 主要的就是针对刚才说的 孔子博物馆的这批 孔虎旧藏服饰 那另外还有两个 几件圣旨的修复 那这是那个 这几件 这几个项目的 它的来源的分类 那它的品种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主要呢 是以服装为主 服装 有衫 有袍 有衣 有裙 有裤子 还有鞋袜 这些呢 还有一些围巾 这种这个 丝巾 方巾 那另外就是这个 枕头和鞋 这一类立体的 像这种服装呢 这种我们可以 算是平面的 就包括这个 各种品 不同的 服饰品种 还有这个 不同的类型 平面和立体 两大类 以及各种服装形式 各种 各种生活用品的 防制品 文物都 基本上都也 包括在内了 都接触到了 那么这批 这些项目的 所涉及的 纺织品文物 它的这个 病害的状况 是怎么样子的呢 那从 我们首先看 这个出土的 出土纺织品 它的病害呢 其实应该说 也是囊括了 就是我们 纺织品文物 常见的 几种病害 就是出土的时候 的这些霉菌 特别 尤其是明代的 墓葬 它的环境呢 都是 墓葬环境 都比较恶劣的 这个服饰 它所 在棺材里边的 这个状况呢 都是 很多呢 都是有这种 发霉的这种 影像 特别长的这种 长很长的这种 霉菌的这种毛毛 特别 比较下人的这种 属于 然后呢 它的气味呢 也特别重 这个大家都 包括考古的 同事们 应该都比较了解 清楚 比较清楚 这个明代的 墓葬出土 明代的这个服饰 就味道特别重 气味特别重 特别难闻 那另外呢 还一个呢 就是这个褪色的现象 大部分出土的明代服饰呢 它的褪色都特别严重 很 比较少部分 很少 能够保留住 原来的颜色的 所以大部分出土 都是那个土黄色 都比较清楚 另外像 糟酒的状况也有 局部的 像这种污染 像刚刚前面 陆志勇老师 已经都介绍了 这个清洗的这些方法 针对不同的这些污染物 激晶岩等等 那么还有破裂等等 还包括这个金箔的脱落 金箔的脱落 这些呢 也是常见的一种 仿制品 污染物的病害 这些残缺等等 这就不多说了 那么对于 船市的 这个 这批 恐怖就藏的服饰呢 它的这个 病害状况呢 虽然它缺损的不多 但是呢 它破裂的情况 局部也是有 很明显的这种 病害的 那么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 今天这下这个病害的评估 像出土服饰呢 这几个项目所涉及的出土服饰 它的这个服饰的完整性啊 大部分呢 有一部分还是保存的比较完整 像无锡这个 无锡文 无锡考护所的 他们所说出土的 这钱帐户目的 这批服饰呢 有一部分相当相对来说呢 保存的比较完整啊 缺损比较少 包括它呢 像这种背包 背带啊 包这个是比较完整的 但另外呢 也有相对来说 像王殿的这批服饰啊 那么我们修服饰拿到的 手的时候呢 就是都是一块一块的 破碎成好多块了 那像这个 一块一块的碎片呢 幸好它的一些 关键的信息还能够 还保存了下来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它 所保存的这些信息呢 来进行这个蛛丝马迹 来进行这个破案 进行这个推断 能够推测出 它的这个 原来的服装的款式 它的形质是什么样子的 从而呢 得以修复 那这批服饰呢 虽然说它 破裂成这么多块了啊 但是呢 我们从它每一块织物的 仔细来观察呢 其实它每一块织物的 劳度相对来说呢 还不是特别差 尤其是相对我们那种 宋代的啊 这种 这种服饰 它的这个强度来说 那相当来说 它这已经算很好的了啊 它的这个强度算很好的了 像这个宋代的那些薄透类的 强度呢 就是特别的差啊 这个保存状况特别堪忧 呃 就是基本上就是很难 过多的给它干预 那么这皮肤是呢 难度 修复难度呢 所以也是非常的 所以也是非常的难啊 我们也正在 这个正在修当中啊 也是前面呢 也是刚刚啊 在处理了一件 一条裙子 这个这条裙子呢 啊 对在这 这条裙子上次呢 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纪录片里面呢 也拍摄了一个纪录片 就是那重 呃 重生剂啊 重生的 让文物重生的这个技术 那第一几件就是这个 取了一个很 很很 叫 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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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魂记啊 这个很有想象 很有氛围的一个名字 就是讲了这个 这件裙子的修复啊 就仿制品物的修复啊 以这个裙子的修复为切 为切入口来讲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 这个视频的这个 这个画面呢 就是它的这个保存状况呢 就特别的堪忧 这个劳度非常的差啊 劳度非常差 其实这部弦威的那个 强度下降很多啊 这部裂解比较厉害 那这个 这是刚才那个出土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传世的啊 宫府旧藏的这件啊 这件巢符 这个前段时间呢 在宫子博物馆 已经展出过了啊 展出的修复之后的效果呢 是是特别的好 大家应该肯定看不出来 之前的这个破损 因为它的这个破损的情况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种裂缝啊 这是裂缝 就各种裂缝 而且遍布这个服装的整体 各个部位基本上 那尤其比较严重的呢 就是像这个下摆的这个地方 还有腰部的这地方 它裂了之后呢 很多这个沙线都已经松散了 松散之后呢 已经纠结成团了 所以呢 呃 这个呢 这件巢符呢 它的这个 破损状况是相对在 宫府旧藏里边来说 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件啊 虽然说 破的比较厉害 但是呢 它的又 它的好处呢 就是对于修复制来说呢 它的服饰整个完整性还比较好 我们能够 它的各个信息 它的形式信息都是非常比较清楚的保存在那里 所以呢 这个账面对于修复来说呢 呃 就是在形制的账面呢 会比较轻松一些 不像刚才那个 呃 网店服饰的修复啊 那么就要花费很多的精力 去研究它的这个形制结构 那所以呢 我们在呃 文物修复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涉及到一些呃 相关的基础研究 或者说在修复之前呢 就要做相关研究 这个大多数我们的修复师 应该都是比较清楚这件事 呃 也包括文物方案 修复方案里边呢 它规定一定要做相关的分析检测 那这样呢才能进行后边的 这个文物的修复 呃 这几批 这几个名代的服饰项目呢 它的修复的 呃 它的这个研究的内容呢 呃 也是 嗯 也是像 也是 跟其他的 淘汰的文物是一样的啊 首先就是材质的研究 它的显微品种 另外呢 就是植物的颜色 再有就是植物的品种 啊 那这这几个方面呢 其实它主要是借助我们的仪器设备 来进行一个客观的检测 啊 进行一个客观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啊 那在下面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服装的形质 对于纺织品 文物修复来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你形质都搞不清楚 如何能修复成一件完整的衣服呢 是吧 那么这形质的研究是非常重要 另外呢 就是紧跟着形质的 就是它的服装的缝制的工艺 它是怎么 如何缝起来的 那么这个也是装修复的一个 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个方面 所以说这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呢 服装的形质和它的缝制工艺的这方面呢 就需要我们研究人员 需要我们保护修复师呢 去仔细的看 仔细的采集信息 然后呢 一个是根据识客观的 实际的这个信息呢 我们可以能够给它的这个文物呢 它的工艺呢 能够获得一个最终的 就是它是如何做的 我们怎么样去修复 提供一个客观的依据 那么有些呢 可能客观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查询相关的资料 来进行一个推断 所以那是一个推断的一个 需要一个推断的过程 这个呢是比较复杂的 一个研究的过程 那其实呢 这里呢 只是一个对于它的 相关工艺的一个研究啊 那我们其实在前面的那个 病害的评估的时候 就是刚刚陆老师 他也讲过那些 污染物的分析啊 污染物的分析 要确定污染物总会 来确定这个修复轻易的方法 那这里呢 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那另外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这几批 这几个修复项目 它的这个 所涉及到的 咸维品种呢 涉及到什么材质呢 其实主要是以丝绸 丝绸材质为主 大部分都是丝的 那也有像 有一部分啊 一小部分呢 它是棉制的啊 就是像 像这无锡的 它出的这个裤子 就是整份是棉的 全部是全棉的啊 棉平纹布的 那像这个呢 像嘉谦出的 叫裙子上面 它的裙腰 其实明带了很多 很多的这个裙子 它裙腰是棉的 但是大部分呢 都缺湿了 缺湿的比较多 所以说它这个大部分 应该这个跟它的 墓葬所处的环境 它所处的墓葬环境 应该比较相关 因为丝和棉 是两种不同的 性质的一个纤维 丝是这个蛋白质纤维 那里棉呢 是纤维醋纤维 所以它的环境 对它影响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很多 很多我们碰到的 这个裙子呢 它的裙腰 就棉的裙腰 都缺湿了 那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杨家同乡的 一顶帽子 虽然呢 它的这个颜色 我们看到都退了 但是呢 从很多的这个 明代的这些裙子呢 它的这个 丝纤维的光泽 保存的还是特别好 它的光泽 我们这里一看 就会看得出来 它的光泽感 还是特别强 这个呢 是比较令人欣喜的一方面 那么第二个就是颜色 颜色呢 其实虽然说 它大部分颜色 都退成这种土黄色了 但是呢 对于修复人员来说 我们在准备 修复材料的时候 你虽然表面上看去 大部分 大家长得都是一个样 好像都一样 但是呢 你染每一块 衬布的时候呢 你测每一件 绑制品的时候 它的颜色 其实就是不一样的了 每一件 它都有差异 所以呢 虽然说 它都是土黄色的 但是我们 在做修复的时候呢 还是要针对 每一件纹路 去测它的这个 颜色的值的 LAB值的 这样呢 才能为我们 后续的这个 修复材料的准备 垫定一个 比较客观的 科学依据 那 像 比较颜值 比较高的 这个孔腑旧藏的服饰呢 它就不一样了 它就是在 它的颜色保存的特别好 相对这个 粗土的这批 服饰来说 大批 明代的 这个褪色服饰来说 那么 这个 孔腑旧藏的服饰 它的颜色就特别鲜艳 特别漂亮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测这个 LAB值的时候呢 就可以获得 不同各种颜色的 这个数值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修复师 在修复的工程当中 在修这批服饰当中 应该它的愉悦感 肯定要比修这个 这批土黄色的服饰 要高得多 这个我们的修复师 也很有感受 那 谈到植物品种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明代的 我们所做的 这几个明代修项目 由两大类 两大类为主的 就是一个就是零 零 零的面料 比多 另外呢 就是一个断 尤其是暗花断的面料 暗花断的植物 用的比较多 还有相对 相对这个零和断的 这两种植物呢 其他就是沙 沙呢 也占据了一定的数量 在既宋代 大量用沙罗织物之后呢 这个明代呢 仍然还 继续在使用着 一些保留这个沙的织物 尤其是刚才 我们已经看了 好多好几次 好几个这个 好几件这个 红浮旧藏的服饰 红浮旧藏的服饰里边呢 其实它大部分 都是用着这个 沙罗类的面料 来制作的 那除了植物品种 我们看看这个装饰工艺呢 其实在这批 服饰当中 它又 用到了刺绣 织金 还有装花 或者说装金 那刺绣工艺呢 你看像这种 在裙栏 它有一些刺绣 有的就是金线刺绣啊 或者这个 彩色丝线来进行刺绣 那这种呢 像这个 这个绿地的这个裙子呢 它就是一种装花的 织金 或者说织的 还有这个东山明墓呢 这件这个特别 劳度特别差的 这个织工呢 其实它是一种 它是装花段 因为这个 他们还没有在 还有没有公开过 没有公布过 所以正在我这里呢 也不太方便 说太多的那种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虽然跟我们的 文物修复 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我们了解 和研究古代的服饰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对于 织物上的文样的 一个研究 在明代的这些 服饰当中 除了那些织绣 除了那些刺绣啊 装花的 那些组合的图案之外呢 其实大部分的 它们所用的面料 基本上都是属于 暗花类型的 暗花型的这个面料呢 织物呢 在明代的服饰当中 占据了非常重要的 一个一部分啊 那像我现在这个 屏幕上大家看到的 就是王殿名目的 王殿M4目的旗舰 就是我们馆藏的 旗舰服饰 它的一些文样 这是织物的食物照片 那一般的暗花织物呢 就是我们在 肉眼人眼观察的时候 其实很难发现 很难看清 它的这个文样 组织文样啊 这个文样图案 所以呢 通过我们的 这个文样的复原呢 就可以把这个 文样可以很清晰的 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或者呈现在给研究者 来进行 更好的进行研究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 文样的一些 副员的工作 那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 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对于我们 修护工作来说 它的服装的形质 在前面也提到 有一批服装 它的形质相对完整 那么是 就是还是比较 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疑问的啊 但是由于相当 几件的服制呢 它是破成碎片了 或者是好多片 那么这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的 呃研究人员 或者修复人员呢 去进行一个 先期的形制 款式的一个研究 因为毕竟呃 我们的修复人员 我们在做修复的时候呢 都是希望能够 把一件破碎的服装 来恢复到 它原来完整的 这个形状 这个我想是 大多数修复师 都希望能够恢复的 也希望能够 做到的工作 所以呢呃 一般我们都说 禁令想把它的 从它所保留的 任何一点点信息 来进行一个 呃 服饰的款式 原来款式的 这么一个 形式的推断 那像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 呃 无锡考古所 他 他所藏了一件 呃 前章目里面出的一件 贴礼 它是棉的啊 这是棉制的 出土的时候这样的 它是叠在一起的 它叠在一块 呃 应该是陪葬的啊 叠在一起之后呢 那么它的这个呃 出土的时候呢 就是都层层叠叠就叠啊 捏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在呃 修的时候呢呃 就是要先进行一个接着啊 但它边缘其实都已经破损了啊 边缘因为磨损之后呢 它就打开之后呢 就变成这么多块啊 就这么多块 但是 所幸的是它的关键 比如像这个腰部的信息啊 都还保存 包括它的领 呃 它的袖子 袖子这里还能看得到啊 还有这个边缘 下摆的边缘 这样的话呢 就为我们确定它的款式呢 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呃 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客观依据 那我们就是在通过蛛丝马迹 来进行一个形制的复原 来进行修复 那还有些呢 形制研究呢 虽然说对于修复的工作影响不大 但也对于我们 对于服装室的研究呢 却是非常有有有意义的 像这件呢 也是呃 武器考核所他所收藏的一件这个呃叫鸟签花枝断的啊 家偶 它是单层没有衬里的啊 那么这件衣服的它的特别之处呢 在于哪呢 如果我们只是从外面看的话 其实很难发现 但是我们在修复的工程当中呢 可以发现它这个袖子的拼接之处啊 这个袖子的两幅布的拼接之处呢 这个里边的这幅呢 其实它缝 缝进去的这个量是特别的大的啊 它不是正规的这么一点 这个对齐的缝的 还有一个省量 这个收成的量特别大 那这样的话呢 这反面啊 就造成了 缝好之后呢 就造成了这个 其实它这个袖子有一个下垂的感觉 它往里收进去了啊 这个袖子要收下去 那这样呢 应该就是更加 符合我们人体工程学 我穿着的这个舒适度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 这一点呢 我们在修的工程当中呢 能够发现这个问题 也感觉特别的欣喜 那是一个小的惊喜可以说啊 因为你如果不进行这个 我们的修复 你可能看不出来 你看像我们开始拍的这个照片 就是把它的袖子 其实摆了 好像给它摆 因为我们理想中的状态 由于认为它应该是很平直的 所以那时候摆了这个照片 就比较直 其实是硬扯过去的 那么实际上 其实它的自然状态 应该是这个 下垂的啊 下垂的状态 那这样它通过它一个 这里斜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门筋呢 这个筋呢 往里面拉了之后 拉过去了 所以呢 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个 疑惑的问题 就是它的前面 这个下摆前面啊 它是拼了一个小三角形 那后面呢 却没有拼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就发现了 但是没有想通 它是为什么 什么原因 后来呢 在发现这个袖子的结构之后呢 哦 猜明白了 它为什么前面要拼这么一块 因为这个 它整个这个 这个筋被拉扯过去之后 就斜了 扯过去之后呢 那前面它就缺了 所以加了这一块呢 这样前后就达到一个平衡 然后这个对筋的衣服呢 其实它就变成 又可以对筋 又可以胶领的感觉 同样呢 就是在这个 恐怖旧藏的这件 这件小 这件椒岭山上面呢 其实它其实也有 类似的这种结构啊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就是它有两个缝 两个缝 打了两个折 收了两个绳 包括这袖子这里 那这些呢 都对它的形制呢 产生了一定的 它的普通的 从它的常规结构来说 它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我们在 针对这几批 这几个项目的 服饰的修复方法呢 是什么呢 通过前面 我们对于它的 病害的调查 总的来说呢 其实大部分的 出土的 或者说 传世的 大部分 它的劳动呢 还是能够适用于 我们传统的物理修复方式 来进行修复的 尤其像这些 无锡的 像无锡考古所 它的这些呢 出这个局部破损 比较少的呢 那我们就采用了 这个局部 趁电的这个修复方式 进行这个局部的修复 因为它整体劳动 还相对来说比较好 那像这个 王电木出土的 这批服饰呢 它的这个破损呢 支离破碎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采用 这个整体称间 就采用一个 整体称间的 加构方式 通过研究好 它的形式之后呢 采剪成 它的形式之后呢 进行一个修复加构 用针线缝合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材料 我们用了 就是针对 沙罗类植物 以及那个 特别脆弱的 这个植物的一个 用的材料 就是这个宙丝砂 这个宙丝砂呢 它也是一种 真丝的植物 我们是在08年的时候 跟理工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联合研发的 因为这个材料呢 其实在国外呢 他们老早就开始使用了 那国内呢 其实当早年的 用的是比较少 因为在国内 买不到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通过 排发之后呢 就是把它应用到 脆弱 脆弱 比较比较相对来说 比那个 相对来说 脆弱这个 仿制品上的修复呢 它对于文物的保护呢 起到一个 非常好的作用 这些年来 我们用的也挺多的 从这些 用的经验当中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材料的运用呢 对于古代 某些仿制品的修复呢 还是特别好的 它的修复方式呢 我们有很多种 比如说 也局部的用 也整体的用 包括一些单面 双面 以及叠加的用法 这些呢 都是在我们的 修复当中呢 根据不同文物的 它的保存状况的不一样 来进行一个选择的 那么比如说 像这件 这个枕头是 无锡考古所 它也是前章木出土的 这个枕头 它出土的时候 就这样了 有两个木板 两头是两个木板 然后把这个 整个枕头压 整个是挤压 比了 像一个可乐罐子 被整个从上面 踩了一脚 这种感觉 那么它挤压 比之后呢 它的这个面料是断的 这个面料呢 就特别的 遭袖了 劳度特别差了 那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呢 就是采用了这个 皱丝纱包覆的方式 把它面料 下面衬了被衬 然后表面呢 附了一层纱 那这样呢 它的整个形呢 就可以保存下来 这样就得以修复 那像 孔子博物馆的这批 孔子就藏的服饰呢 因为大部分是 沙罗类的植物嘛 所以它在选用这个 被衬材料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衬布 我们就有 其实这个也经历了好几次啊 有不同的这个材料 一开始呢 我们是用了宙丝纱的一个 就刚刚说的这个宙丝纱 因为它特别透明嘛 比较适合 就是趁到这个 沙罗类之后 沙罗类面料 文物的下面之后呢 不会影响 这个文物的透明度 文物仍然能保持 它的透明度 但是呢 宙丝纱呢 它又特别的透 有些如果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啊 像这件呢 如果它局部缺损比较大 那么这个 这块缺损的部位呢 那个宙丝纱 它特别透嘛 它就特别明显 所以比较影响 这个文物的 修复之后的这个外观 那这个后来呢 我们又进行了一个 提升改进呢 后来对于像 缺损的那个 这些刨斧啊 我们就用了那个 真丝销 销嘛 它是相比宙丝纱来说 又稍微厚一点 密度大一点点 那就更加适合那个 沙罗类的这个修复 那像如果它 像这件啊 我放的这个 这个例子呢 就是这件 孔雀文短山呢 它的缺的是不多 它只是这种裂缝 比较多啊 那它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宙丝纱 来作为这个衬路 来进行这个修复 就不会影响 它的整个这个 外观 也对它的这个 厚度啊 什么影响 都比较小 但是宙丝纱 它有一定的劳度 它可以给它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支撑 那么就是 这个人来说呢 它的修复效果 是比较好的 另外呢 前面提到的一个圣纸 我们也可以瞄一眼啊 这个圣纸呢 呃 其实很多单位 说到圣纸大部分 都用装表的方式啊 用表画 脱表的方式 来进行修复 但是呢 像之前呢 新昌国物馆呢 他们对于脱表呢 觉得 呃 表上去之后呢 这个这个 纸的这个硬度呢 还是比较大 他们希望能够获得一个 仍然能保持这个 丝织的柔软度的 柔软的这个特点呢 这么修复 所以呢 就采用了我们 用了这个 也是用了 背后衬丝织品的 这个针线缝合的修复方式啊 这样呢 就是修复之后的 正式呢 它仍然能够保持这个 织物的这个柔软的 柔软性啊 卷起来之后呢 它还是比较柔软 而且将来呢 就是拆除呢 也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不像表上去之后 你后再拆的话 就非常麻烦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针对前面说的这个 东山明目的这个 这批服饰 就是一个丝蛋白的加固 这个加固方法呢 我们在多年的研究之后呢 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它从微观的层面上呢 对于植物的进行一个加固 然后通过这个采用蚕丝蛋白 因为它跟丝绸是同源的嘛 是同一个 就是都是从蚕丝里边 来提炼出来的 那么是相同 所以同源加固 我们称之为啊 那这样的话 就是环境特别友好 它通过微观的层面的加固呢 就是给这个植物呢 它的劳度 整体上得以一个提升 那劳动得以提升之后呢 我们再结合 刚才前面讲的 咒丝纱 绷户 咒丝纱绷户 加上衬布 然后再结合这个针线法呢 进行这个 整体的这么一个修复 那这个修复的时候 当然我们是尽量避免 就是缝在这个文物本体上 尽量都沿着它的 破损的边缘 那中间的局部呢 当然是需要一个局部的固定 还是必要的 所以这个通过 丝蛋白加固之后呢 它的这个修复方法 它的劳度得以提升之后呢 就可以 可以稍微的 可以由我们施展 拳脚的一个空间了 那么这样对于 后期的修复呢 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说呢 针对于我们前面的 这个这些修复项目呢 也总 我这里也 大致总结了一下啊 我们的这几个 明代的服饰修复项目 它的服饰的劳度 大多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对于明代服饰修复呢 其实是没有 不头疼的 觉得明代的服饰呢 修复项目 那个服饰的劳度 都还相对来说还比较好 就修的时候呢 没有那么费劲 但是后来呢 直到遇到了这个 遇到了 包括孔甫旧藏的那些服饰 那一批服饰呢 它虽然说 缺的不多 破的看上去 也不是 大部分是不是特别多的 但是你真正修起来呢 因为它是特别薄透 一修的时候呢 仔细看呢 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 这个破的地方 这个呢 是修复师最怕的 一开始觉得很好 就越修 越发现有破的地方 越修 越发现破的越多 这个是比较 对修复师来说 对修复师来说 比较郁闷的一件事啊 所以呢 在这个明代服饰的修复呢 也还是没那么简单 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另外呢 就是明代服饰的形制 它的形制的研究 对于修复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虽然说是比较常规的 但是它有一些服装结构 前面我们看了 它是由它的特色 它有特点所在的 包括 红虎就藏的那些服饰 它的这些那些摆的结构 是特别复杂的啊 那当然了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在修复的作用当中呢 将这些摆的结构 能够拆 我们肯定是不会拆的 就保持原样啊 这个是一个 一个原则 另外呢 就是这个沙罗类面料 刚刚我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 它的这个选择修复材料的时候的 一些注意的事项 一些特点 那么就是要根据它的 每一件文物 它的特别特性 以及它的这个保存状况 来进行选择修复材料 是薄的透的 还是放在 衬在后面 还是放在 布在表面 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在 修复过程当中 就是根据实际情况 来进行一个决断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 近几年所修复的 这些明代服饰的 一些实际的案例呢 跟大家分享 总结一下 那么也欢迎各位呢 有空到中国私收博物馆来参观 来看看我们美丽的馆区 还有我们馆藏的一些 展厅的一些服饰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了 光书娟老师 通过这个 我们的电商 平台 了解到了我们 博斯博 这个在明代服饰修复方面 积累了相当多的 丰富的这种经验 和成果 也特别感谢 王老师 我们准备的这么精心 准备的一个分享 再次感谢王老师 谢谢 那么 谢谢 我们 我们有请 第四位 巡警嘉宾 是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副主任 副研究员 徐金平老师 徐老师呢 主要研究方向为可移动文物保护 包括纺织品 古籍 书画 彩绘和青铜文物研究 近年来 主持编制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八项 实施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九项 出版专业著作三部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四十篇 已完成厅级以上课题四项 再研究 再研的课题呢 是两项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一项 那么 借此平台呢 还要对徐老 就是徐金平老师 他们的团队呢 表示祝贺 因为什么呢 徐老师主持着这个 实施的 宜南 和洋社区 那个 木地出土的纺织品 保护修复项目呢 曾经荣获了2021年全国文物藏品修复 持家的这个项目 这应该是咱们国在修复保护项目上面最高的一个奖项了哈 那么前两天又传来了洗报是 我们徐老师他们团队自主实施的山东长青林烟寺 签博店部分 罗汉项保护修复项目呢 又被今年又继续缠联了这个奖项 在此表示祝贺哈 谢谢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徐金平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 明代的这个鲁蝗王朱唐木出土服饰组织鉴定及保护修复的相关的分享 这边有请徐老师开始您的讲座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这个学术沙龙活动 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呢 是明鲁蝗王朱唐木出土服饰组织鉴定及保护修复 我从以下三个方面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 第一节呢是明鲁蝗王出土防制品的一个概述 第二节是出土私制品组织结构的一个鉴定实力 第三是出土私制服装保护修复实力 明鲁蝗王朱唐木呢 是位于山东邹城市中心电镇的这个上寨村北 九龙山南路 距离市区呢是约12.5公里 这个下面这张图是简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图 朱唐呢出生于1370年 足于1390年 是明朝第一任鲁王 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 红武三年的时候出生 同年四月即被分为鲁王 红武十八年就翻于这个山东衍州府 红武22年就逝世了 年是二十岁 因为他生前的各种荒唐行为 然后他的嗜号呢就 约说的是取名为荒 这个名鲁蝗王朱唐木呢 是在1970年4月至1971年1月 由山东省博物馆当时进行了一个抢救性考古发掘 这个墓葬呢出土了很多这个陪葬品 其中出土的这个纺织品呢是80件 其中四织品是27件 麻织物呢是23件 棉织物是30件 这些植物呢当时 就是在这个墓葬里面保存的时候是 因为都是泡水状态 都是清理出来之后呢 当时的保护修复人员对它进行了一个清洗 而且在这个防空洞中也进行了一个阴干处理 保存至今呢 这些就是植物的这种手感和光泽还都是比较好的 这些植物呢 为研究明代初期的这个纺织科技史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这种实物资料 下面请大家看几件这个保存比较好的这种服装 这第一件呢是那个装金段视地科 弹龙纹通袖龙蓝变线袍 这件袍服呢 它其实保存了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这个圆袋的这个服饰的一个风格 它的款式呢是胶领的上衣下长式的 它的在胸部和肩头以及背部 它都有一个这个盘龙纹的这个装金的一个装饰 在它的膝部呢 就膝盖部位也有一个那个就是膝蓝 它上面也是一个龙纹的图案 这一件是装金段四团龙纹袍 这件的款式跟上一件就差别比较大 它是圆领的长袍式 但是它在这个胸前两肩也有这个龙纹 但是它这个龙纹的形式就是团龙纹 这件是黄段胶龙窄绣袍 它的款式呢是胶龙上衣下长式 这是黄龙胶龙短绣袍 它的这个植物面料呢就是零植物 它的款式呢是上衣下长式 也是胶龙 第二节是对这个出土四织品组织结构 鉴定实例的一个介绍 经过我们的这个分类鉴定呢 这个墨葬出土的四织品 有服装棉被金带等种类 面料的组织结构分为多层和单层 主要有段 灵 剔 锦 绢 五类织物 里称呢多是这种单层的绢织物 出土的四织品中呢 段类织物是比较多的 有19件占四织品总数的70% 涉及到有刨斧 棉被 带等种类 前面的几位专家也都说了 这个是出土的服饰大多都是这种土黄色 因为很多颜色都已经褪去了 这批四织品中的这个段类呢 它主要以素段为大宗 比较多的是一共有11件 主要是以五枚段 包括五枚二飞段和五枚三飞段两种 暗花段之物呢有五件 以五枚正反段纹互为花地组织 庄金段有三件 后面我们会着用介绍一下 这个庄金段的一些情况 好 我们介绍第一种类型是素段 素段是指不提花的这种段之物 在正面也就是晶面部分 具有极佳的这种丝质光泽 其中这个五枚素段呢出现的实力是比较晚的 这个鲁黄王木呢出土的这个素段 多为五枚三飞金段 也有五枚二飞金段 实力呢有这个编号为13.339的 黄段焦零短绣刨 就是之前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那个刨幅 它的晶线是Z年 晶密是66根每厘米 尾线五年 尾密是30根每厘米 通过它这个微观图和组织结构图 可以看出它是五枚三飞金段 此外还有两件就是夹夹备 编号为13.364的这个子段夹备 它的晶线是五年 晶密是64根每厘米 尾线是五年 尾密26根每厘米 它的组织结构图 绘制出来之后 可以看出它是五枚二飞金段 还有一个是编号为13.366的这个黄段平秀 串之四季花夹备 它的这个组织结构呢 是五枚三飞金段 在这个段的底子上呢 还有一些这种串织的四季花的这种图案 采用的是刺绣 主要是平绣 局部呢也采用了一个索绣的一个技法 第二类是暗花段 暗花段是指在织物表面 以正反段纹互为花地组织 单层替花织物 其花地段织物呢 段组织单位相同而光面相逸 也被称为正反段 这个鲁黄王牧出土的这个暗花段之物呢 主要以五枚正反段为 互为花地组织 这个实例呢 就是编号为13.344的这件黄段缠织暗花袍 它的金线是Z年 金密是68根每厘米 尾线五年 尾密是32根每厘米 它就是它的组织结构呢 是五枚金段地上其五枚尾段花 第三类是装金段 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有两个刨斧 它都是面料都是装金段 装金段的定义呢 是用碾金线或片金线代替装花植物中的部分花围 形成了这种装金植物 它这个实例呢 就是之前看到的这件这个装金段 湿地磕 盘龙纹 通秀 龙蓝 变线袍 它的金线是Z年 金密是66根每厘米 地纬是五年 尾密是26根每厘米 纹纬Z年 纹纬的密度是26根每厘米 地纬和地纬呢 是以五枚金段结构交织为地组织 纹纬使用的是碾金线 大家可以从这个显微结构图可以看 还有残留的这个碾金线的这个情况 它是以碾金线的负长显花 并利用地金线作为碾金线的一个尖丝点 这件也是装金段四传龙纹袍 跟上一件基本差不多 它的组织结构基本差不多 唯一就是它的那个精密和尾密 会有一些差别 第四类是灵之物 斜纹D之物一般可以称之为灵 这个墓葬出土的这个斜纹之物呢 一共有五件 其中三件是素灵之物 均采用的是这个三一右斜纹组织制造 两件为提花灵之物 是以一三左斜纹组织和三一右斜纹组织 它中间又夹了一些丝绵 所以它里外加起来是三层 它有一个缝纫的这个工艺呢 是将三层就是纳缝在一起 形成了这个凹凸不平的这个表面的这种波纹外观效果 所以它的名字里就起到了一个纳波的这么一个名字 还有一件是这个万子纹灵金 它是一个提花灵之物 它的精线是五年 精密是56根每厘米 尾线五年 尾密41根每厘米 它是三一右斜纹D上起的一三左斜纹化 第五类是T之物 四线较粗密度大的平纹之物 可以称之为T 这个说文中也有记载就是T是后增也 还有这个管子这个著作中 它也提到了这个增之后者为之T 均说明了这个T是比较厚重的一种织物 就是有人推测呢 它可能是一种金二重的这个素织物 这个鲁黄王墓呢 出所的T织物是有一件 编号为13.361的这个 是鸵色T统形带 是个带状物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显微图呢 是表面呈现出这种奇问的效果 组织结构图可以看出它的经线呢 是双根的 第六种呢是织锦类 从织物组织构成的角度看 可以把双叉核的形成的重组织成为织锦 鲁黄王墓出土的织锦呢 属于这种特结型重组织 它的主要实力呢 有这个编号为13.342的黄段织锦云纹袍 地晶是S年 地晶的那个密度 是51根每厘米 特结晶呢 是五年 它的那个密度是17根每厘米 地纬五年 地纬的密度是21根每厘米 纬纬五年 纬纬的密度也是21根每厘米 它属于是21右斜纹地上 以12右斜纹特结晶组织显化 它的那个片金线几乎已经全部脱落了 它仅能辨识出一些云纹的一个图案 第七类呢 是捐制物 这个是捐是对平纹素质物的一个通称 鲁黄王墓出土的这个私质捐制物呢 有一件 它是编号为13.346 叫长袖捐袍 但是呢 它这个形质呢 基本上已经破损的比较严重 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第三节是 第三节是出土私质服装保护修复实例 我给大家介绍两件 就是一个是窄袖的一个袍服 和一个短袖的袍服的一个 大体的一个修复过程 首先我们对这个服装进行了一个 保护修复原则的一个确定 第一是不改变文物原状 即真实完整的保存并延续文物在历史过程中 形成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及体现价值的状态 第二个是最小干预 保护措施不妨碍再次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处理 根据这个代修复文物的这个情况 我们确定了一个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 工作任务第一项是清理服装的表面浮尘 因为这两件服装 它在出土之后 就经过修复人员的一个清洗 基本它的表面污渍都清洗得比较干净 主要是从70年代出土之后到现在大量的这个击尘 比较严重 我们需要对服装表面的浮尘进行一个清理 第二是裂口的拼合 还有就是对这种破损比较严重的部位进行一个加固修复 第三类是制作文物支撑体 第四个就是形成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工作目标主要是通过对服装实施保护修复 使修复后的文物表面 这个浮尘污迹比较明显减少 强度得到较大提高 能够满足展览和库存的要求 第一件是这个黄灵胶灵短袖袍 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服装的款式和它的组织结构 这件袍服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这个样子 它是胶领右刃的上衣下长是短袖 它的长度都是以厘米为单位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通长是122 上衣长是55 领宽是7 通袖长98 袖口宽23.5 腰宽是45 下摆宽是168 袖带呢 它是长短不一 是22到24 宽是2厘米 它的面料结构呢 它是一个三一有鞋纹的 是一个零纸物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经线的碾像和它的密度 以及它的投影宽度 里称的都是平纹捐纸物 膝带属于是四经角落 这大家可以看到它左边这张图是它的修复前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照片 基本它的形质还是保存比较完整的 就是颜色可能早已经褪色了 通过这个仔细观察发现它其实局部还是有比较多的这种断裂 这个箭头指向的右边上面这张图片就是看到它的尖头这部位 从里称到面料都产生了较大的这种撕裂 右边下边这张图呢 就是它这个里称打开以后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就是撕裂的小孔洞 还有一些较大范围的这种缺失 根据它的这个冰害情况呢 我们绘制了这件刨斧的正面背面以及它的里称的这个冰害图 在修复前呢 我们用这个维膜除尘器呢 这个刨斧的正面背面以及它的里称 进行了一个基层的一个清理 这个是一个基础工作 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根据我们冰害图的这个情况 然后对这个局部的这个特别是这种撕裂 开缝等等这些部位进行了一个针线的一个缝补 右上方这个图呢 是对这个撕裂的一个缝补效果 右下方呢 这个下方两张图呢 是对这个两片面料开缝处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缝补效果 因为它的里称呢 破损就比较多 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整片这个补衬的一个夹固方法 就是根据它这个尺寸 就是相类似的这种织物的 作为它一个衬补料 然后左上方这张图呢 是对衬补料先放在这个内衬上进行一个观察 对它尺寸就是衬料尺寸的一个进行一个裁剪 然后将这个衣服呢 左下方这张图就显示的是将衣服翻正过来之后 从服装的正面特别是下摆的这种折皱处 比较隐蔽的地方进行衬补料和面料的进行一个连坠缝补 右边这张图呢 显示的就是我们对里衬进行一个整体 这个修补 就衬补的一个效果 此外呢 我们对这个服装内部 就是它的里边的这个袖子呀 腰部呀 以及它的下摆地方 都做了一些这个软质的一个支撑体 这个是这件黄鳞胶龄短袖袍的一个修复前 修复后的一个正面和背面的一个效果图 第二件介绍的第二件修复实例呢 是这个黄鳞胶龄窄袖袍 这件袍服呢 也是胶龄右刃窄袖 上衣下长式 长座裙式 就上衣前后片的通肩整裁 两袖接袖 下长上部连接处有一周 这个细缝的这种折栏 毛边部位纳入了这个上衣里 上衣面和里衬之间 它的长度呢 它的整件服装呢 除了就是长袖以外 整个这个尺寸跟上一件抛肤差不多 它的面料呢 属于这个五眉三菲精面段 里衬呢 属于平纹组织 细带呢 跟上一件抛肤一样 都是四经角落组织 这是修复前的一个状态 左上方呢 是正面的 右上方这个图呢 是它的背面的 下方这个图呢 是它的这个 里衬打开以后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出它这个形质 还是比较完整 破损不是很大 主要是背面的 它这个两条面料的接缝处 产生了一个开裂 还有里衬呢 局部有一些缺损 根据它这个病害情况呢 我们也绘制了它的正面背面 以及里衬的这个病害图 同样呢 在修复前 我们对它这个 服装整体的这个 内外进行这个 除尘处理 之后呢 对它这个开裂部位 进行了一个缝补复原 对于里衬部位的缺失呢 然后我们没有像前一件那样 就是用大面积的衬料 因为它的缺失的不是很多 我们就进行了局部的一个 衬部 衬部加固方法 左边是局部 衬部加固的一个效果图 右边是 加固完以后 还有它的背面的那个里料 面料那个开缝 被缝合以后的一个效果 这是这件 刨幅修复后的正面和背面的 一个效果图 基本它这个形质呢 恢复的还是比较好 我的内容就介绍了这些 谢谢大家 好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让我们呈现了 北京服装学院 民族服饰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国四周博物馆 山东省文物保护 州府中心的明代服饰 保护研究情况 明代服饰研究 学者沙龙系列活动 到此就原本 节目了 接下来呢 请大家重点关注 2023明文化论坛 明代服饰美学论坛 2023明文化论坛 将于7月8日开幕 英国商学院 作为分会场之一呢 当天下午 举办明代服饰美学论坛 以明代服饰美学 与当代价值为主题 需要六位文化艺术界专家 围绕明代服饰 简章 仿支 服饰实物 时代美学风障等议题 已经主题演讲 拥有优秀青年学者 参与学术互动 其实会有线上直播 在此我们欢迎各位朋友 持续关注 我们7月8日见 感谢大家 谢谢